华联先议会24号上午在先议会召开了吉安乡苍龙二接123项 费向返还土地专案会议 召集人周俊佑、县议员林复元、企业同陈情仁 以及华联县府建设处进行双向的沟通 对于宜安段三比地号的向导主张费向返还土地 也希望县府都市计划科能够给予陈情仁明确的回复 吉安乡一安段地号565、566、567三比土地 陈情民众就指出当初在化编为向导时 都未经地主进行双向的沟通就化为既有向导 地主希望经过专案会议的协调能够返还土地 召集人周俊佑又一言表示 由于土地都属于私人土地 民众认为化地上是需要经由地主的同意 而且目前也未进行架构补偿的程序 对地主却是平白无故损失相当大的权益 现有向导或既有道路 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的私人土地 比如说它只借我们的建筑线的时候 要经过私人土地的时候 是不是要经过地主是同意 可是按照现今的建筑法规 跟建筑法条的条文上面 是不需要经过我们地主是同意 比如说往往会造成很多人民的一个损失 还有群影的损失 所以说我希望说未来 不管是既有道路或只是我们建筑向导的一个认定 或建筑线的认定 希望我们的县府或者地方公所 能够在县刊了解当地的地势地况 来做一个判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今天这个一案段的问题 我们也得到我们相公所一个回应 县政府给相公所的回应 它会经由我们4月1号公告完毕之后 经过我们小组会议 来通报我们的县度委会 提出我们的想法 希望说能够完成我们 完成我们地主他们的希望 能够废向废道 让它还为他们的土地 目前都市计划相关法令就指出 依据花林县建筑管理自治条例 第六条以及花林县 现有巷道废止或改道申请办法 第六条规定办理 是可以进行巷道或是改道申请的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导